再把镜头转到南台湾的高雄 行政院长吴敦义日前在高雄捷运 钢山站动土的典礼的时候 他答应将会协助高捷延伸路逐段 但是有当地的民众担心说 再花一百多亿的经费 来盖没有多少人会搭乘的捷运 恐怕成本难以回收 将会增加高雄市的负债 不过市政府却认为 捷运的重点不在于卖了多少张车票 而是捷运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 所以目前还要规划第三条捷运路线 当山捷运站动土 部分蓝绿政治人物都来共襄盛举 行政院长吴敦义更是当场承诺 会协助让推动了九年的高捷延伸路逐段 新建案过关 高雄市政府已经在八月时 再度提案给交通部 我们评估是大概每日的运量会有五万九千人 因为那边经过了非常多的 我们比如说是学校也好 然后这个工会去科学园区 市政府评估路逐县每天可以为高捷增加五万九千 搭乘人次 加上目前红局线的十四万人 渴望突破二十万 但高捷收支平衡需要每天四十万人次 只有达到一半 确实有民众担心 高雄市将会负债更多 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 在新建道路逐区又要再花很多钱 而且路逐应该不像高雄市 就寸土寸金要开车 要停车什么都很不方便 这一段我们是希望来继续去推动 不过就是说要有比较好的机制 去把这一段工程做好 不过捷运局认为 投资捷运建设票收只是其中五分之一的效益 另外五分之四是带动周边的开发 以及吸引厂商投资高雄 今年底前也会再规划出第三条监狱线 预计会穿过高雄市人口最多的三名区 途经各个大型医院一直到澄清湖 记者王英室蔡明校高雄报导